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户包括校尉 力士 工兵 铺兵等 将户分为工将户 厨艺户 裁缝户等 这些户籍的划分是很严格的 主要是为了用人方便 要打仗就召集军户 要修工程就召集将户 看上去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其实缺陷很大 比如你是军户 你的儿子也一定要是军户 那万一没有儿子呢 这个简单 看你的亲戚里有没有男丁 随便拉一个来冲树 如果你连亲戚都没有 那也不能算完 总之你一定要找一个人来干军户 拐来骗来上街随便拉 那都可以 去哪里找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再比如 你是降户中的厨艺户 但你说你不懂厨艺 那也不要紧 人去了就行 只要人数对得上就没问题 反正你做的饭我也不吃 谁吃了拉肚子我也不管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划分实在是不科学的 不但民户军户这些大户之间不能转 同一户内不同的职业也不能转 万一打仗时要召集工兵户 偏偏这些人从小没有练过拉弓 那也没办法了 每人给一把弓就上呗 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是不能保证的 又如召集医护 如果召来的都是一些不懂医术的 那可就要出人命了 这是老百姓 官员们也不轻松 他们的衣服穿着和颜色搭配 用料图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如违反是要杀头的 比如 朝服帽子上的梁术 一品七梁 二品六两往下递减 不能多也不能少 这衣服是祭祀典礼要穿的 平时上朝要穿功服 功服的规定也极为复杂 从一品到九品 从文官到武官 衣服颜色不同 花纹不同 花镜不同 衣服上的补片也不同 回家之后呢 回家之后啊 也不轻松 不能穿睡衣之类的衣服 走来走去 要穿长服 这长服也不能随便穿 不同品级也有规定 如腰带 一品用玉 二品用花膝 如果你不小心 穿了长服去上朝 或是穿了功服去祭祀 祭错了腰带 穿了黄色内衣 只要被人发现 就是严重错误 可能要杀头 除了这些制度外 朱元璋还为他的臣民们 设置了严格的规定 他贵为天子 却给全国几乎所有的行政机关 都分好了工 行政公务 司法裁决 仓储准备人口统计 甚至连街道清洁 都逐一分配到人 不但如此 他还详细说明工作 该怎样去做 相当于今天买电器时 辅送的这个说明书 一一列举 唯恐不能穷尽 如人口统计时 要注意哪些事项 如何进行核查 隐瞒人口的常用手段等等 都列明出来 估计要是再详细点 他还会规定啊 清扫街道时 怎样使用扫帚 出门时该先卖哪只脚 这样看来 在朱元璋手下干活 倒也不累 相信只要不是白痴 能看懂朱元璋配发的说明书 都是能够干好工作的 此外 他还禁止农民进城打工 规定所有老百姓 只能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活动 在所有的交通要道上设置了关卡 人们要走出规定地域 必须有官府开的路隐 这玩意儿可千万要说好 如果丢了 守关卡的士兵会直接把你当成逃犯 抓走冲军 想去的地方是去不成了 家也不用回了 很可能过那么几年 这位丢了路隐的兄弟 也站在关卡当检察员了 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了 朱元璋要建立的是一个 等级分明秩序严谨 近乎僵化的社会结构 在这个社会中 农民只能种地 商人只能经商 官员按照规定干好自己的工作 无论谁都不能越界 军户民户将户的划分 决定了在那个时代 找工作从来都不是难题 不用费尽心思设计什么简历 洗干净脸 打好领带去参加面试 因为除了那些读书厉害的人之外 所有人的工作都是在投胎的那一刻决定的 你爹干嘛 你也干嘛 应该说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 所有人都各司其职互不干扰 他们就像无数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一同组成强大的明帝国 这些制度之严密 周到 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堪称典范 我们不得不佩服朱元璋 他不但打下了江山 还耗尽心力制定了如此完美的规章制度 他的目的也很明确 明帝国的所有问题 我朱元璋都给你们解决了 制度也有了 方法也有了 后世子孙照着做就是了 我辛苦点 没有关系 你们就等着享福吧 可惜呀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完美的东西 任何制度都有缺陷 任何体系都有漏洞 朱元璋的这个体制也不例外 事实证明 他的体系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而且还出现了很多朱元璋本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意外 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 限制大臣的权力 然后来的明朝内阁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专权 朱元璋规定老百姓不得四处流动 而明朝中后期流民乘风四处游荡 丝毫不受束缚 朱元璋颁布了抑制商业发展的条令 并规定商人不得穿着仇杀等贵重衣物 其实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正是从明朝开始 那些本应该是社会最底层的商人 却穿金带银 甚至登堂入室 为官经商 朱元璋严令太监 不得干政 可是明朝的宦官却各个都是重量级的 朱元璋给他的所有子孙都准备了爵位和俸禄 一百多年后 他的很多后代都家道中落 穷困潦倒 朱元璋认为的这些可以用千年万年的制度 在短短的百余年间已经烟消云散 甚至他的继承者们也不再认真遵守这些规定 他们口中说着太祖惩罚万年不变 实际上却是各有各的搞法 偶尔有那么一两个脑袋不开窍的叫嚣着要恢复组治 换来的是众人嘲笑的眼神 甚至连当时的皇帝也不以为然 如果我们细细分析一下朱元璋制定的这些制度 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比如他规定商人不允许穿好衣服 限制商人的政治地位 如有违反就要处以重刑 这规定真的行得通吗 农民有权穿纱却买不起 商人虽然地位低贱 但他们有钱 有钱才能买得起那些贵重的东西 农民没有钱 所谓的权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他们连饭都不一定吃得饱 哪里还谈得上穿什么衣服 这不是拿穷人开心吗 虽然朱元璋本意并不是这样的 朱元璋制定的这套政策 是适应明朝初年的情况的 事实证明 这些制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恢复 但朱元璋虽是能人 却不是超人 他不会搞人间大炮 时间停止之类的把戏 他不能停止历史的进程 当他把自己的这些制度和方法 作为万事不变之法流传下来后 这些过时的玩意儿 在后人眼中就会变得荒谬和不适用 并成为绊脚石 朱元璋这一生 有过很多厉害的对手 顽强的张世成 凶狠的陈有亮 纠缠不清的北渊 狡猾的胡为庸 骄横的蓝玉 这些人都是一代人杰 然而他们都败在了朱元璋手下 直到他遇到了最后一个敌人 历史规则 他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力量 改变原先的规则 创造自己的体系 但他错了 无论他如何强大 在历史的眼中 他只不过是一颗小小的棋子 他可以影响少数人于永远 也可以影响多数人于暂时 但他无法影响多数人于永远 在解构了朱元璋的体系后 红武时代还有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事件 是必须述说的 特务政治是明朝的一个特点 其代表机构就是锦衣卫 锦衣卫这个名字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历史概念 但明朝的人们提起这个名字 那可是谈虎色变 这是一个奇特的机构 它原本只是一支军队 是皇帝的亲军二十六位之一 这些部队由皇帝本人指挥 各有各的职责 按说亲军整日在皇帝身边 应该是个不错的职业 但你可不要以为当上亲军就能飞黄腾达 比如亲军二十六位中的孝陵位 就是守坟的 整日只能和陵墓打交道 如果不幸被选入孝陵位 恐怕一辈子也见不到活着的皇帝了 相比而言 锦衣卫就厉害得多了 他是皇帝的卫队 出行时负责保卫 上朝时掌管礼仪 所有锦衣卫的成员服装整齐 穿着飞鱼服 佩戴绣春刀 正是由于锦衣卫承担着如此重要的职责 且都是皇帝身边的人 他们渐渐的成为了皇帝的耳目 负责打探情报和惩处大臣 这个机构的可怕之处在于 他们不受任何部门的管辖 只听皇帝的指挥 他的机构也比较简单 指挥使为最高统帅 下设同志签示政府各二人 签户十四人 这些都是锦衣卫的高级领导 明初加入锦衣卫的人 都要进行严格审查和面试 必须保证是良民 无犯罪前科 并经过精心挑选和各种训练 顺利通过这些考验的人 才能成为锦衣卫 锦衣卫的主要职责 是侦查大臣们的行动 并随时向皇帝报告 在大臣的眼中 这是一群极为可怕的人 洪武年间 如果大臣家有锦衣卫上门 他就会收拾好衣物和家人告别 然后一去不返 此外 锦衣卫还负责收集军事情报 策反敌军高级军官的工作 如在后来的万利朝鲜之战中 锦衣卫表现得相当活跃 收集了大量日本军队的情报 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锦衣卫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 他们不受司法机关的管辖 可以自己抓捕犯人 并审判判刑 在逮捕犯人前 锦衣卫指挥会发给所谓驾铁 大家可能在电影新龙门客栈中 看到过这件东西 要说明的是 驾铁并不是身份证明 而是逮捕证 锦衣卫持有此物逮捕人犯 不受任何人阻拦 如有反抗 可以格杀勿论 由于锦衣卫拥有几乎超过 一切的权利 无论刑部还是大理寺 见到锦衣卫都是避而远之 锦衣卫还有自己的监狱 称为赵狱 紫狱名气之大 甚至超过了刑部的天牢 因为能被关进这个监狱的都绝非普通人 往往不是大中大善 就是大奸大恶 事实证明 这些人的工作效率确实很高 在胡维庸和蓝宇案中 锦衣卫是咒服夜处四处打探 以不怕杀错 只怕杀漏的精神 找出了许多所谓的同党 并一一处决 这两宗案件也大大提升了锦衣卫的名声 毫无疑问 这是一群可怕的人 他们重拳在握 除皇帝外不受任何人管辖 是皇帝重要的统治工具 但这一机构的创始者朱元璋 也深刻的认识到了特务政治的危害 他知道 如果放任下去 国家法律的约束性和权威性将荡然无存 于是 在洪武二十六年 他命令撤销锦衣卫 并下令所有司法审判行为 必须由司法机关执行 为了显示废除锦衣卫的决心 朱元璋还当众焚毁了锦衣卫的刑具 已是永不重开之一 然而很多事情只要开了头就很难收尾了 锦衣卫这个独特的机构将在后来的明朝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们以后还会经常和他打交道的 现在就先放下吧 就在朱元璋逐步解决国内问题的时候 明帝国的东北边界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件事情对明朝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情发生在高丽王国 高丽王国是王剑于公元十世纪建立的 这个王朝取代了之前的新罗王国 一直延续下来 但他与明朝的关系并不好 这是有着历史原因的 在元朝建立之后 发兵攻打高丽 高丽最终不敌 被迫屈服 元朝统治者按其一贯的方针政策 将本世隶属国的高丽 归并为元朝的争东行省 元朝还随意废除高丽国王 通过王室的通婚 将高丽牢牢空在手中 从元世祖到元末 元朝皇帝先后将七位公主下架高丽国王 这样看来 和亲这一招永远都是有用的 万一有一天双方打起来 只要把七大姑八大姨的拉出来 读一下家谱 考证出阁下是我姐姐的 儿子的 堂弟的邻居等等 就能把对方说的是木凳口呆 收兵回家 元朝的目的达到了 经过长期的通婚 三代高丽国王都带有元朝皇室血统 当然了 如果要算出到底是哪一辈的 互相之间怎么称呼 还是要翻家谱的 正因为高丽王室与元朝皇室的血统联系 在朱元璋建立明朝 元朝统治者被赶出中原后 高丽仍然跟随着元朝 朱元璋很明白 一个稳定边界的重要性 他在明朝建立后 就派遣使臣出使高丽 通报国号年号 希望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 在利害关系面前 亲戚关系是不一定管用的 事情的发展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看到元朝败退 高丽国王王砖便断绝与元朝的关系 接受明朝策封 趁机摆脱了元朝的奴役 高丽王朝里 还有很多人是元朝统治者的亲戚 他们自然不甘心被明朝控制 于是亲援与亲明的势力 展开了长达十多年的斗争 后来王砖十岁的养子江宁军 新宇继位 这位国王是倾向北援的 但他为了不得罪明朝 也派遣使者去为他的父亲 请封嗜号 高丽国王的嗜号 按例由明朝确认 明朝派遣使节林密 蔡斌前往高丽 这俩人在从高丽归国途中被人抢劫 不但随身物品被抢 人也被杀掉了 按说这件事 不一定是高丽干的 因为在自己地盘上干这些活 就等于在凶案现场 写下杀人者某某某太过招摇 此事恐怕是北援派人干的 但朱元璋岂是好得罪的 阴谋居然搞到了他的头上 怎么能就此罢休 他是暴跳如雷 收回了给王砖的嗜号 表示绝不承认新宇的国王地位 高丽也是一肚子苦水 没法到 只好转而向北援请风 获得了高丽国王 征东行省左丞相的封号 至此 明朝与高丽王国决裂 双方亮出了兵刃 高丽国王决定动手了 洪武二十年 一三八七年 冯胜和蓝玉率领军队打败纳哈出 控制了辽东 并在辽东设了铁岭魏都指挥使司 控制了铁岭 这可是一个敏感地带 因为铁岭在元朝时 就是元朝和高丽之间的国界 高丽一直想占据这个缓冲地带 明朝的军事行动 无疑打乱了高丽王朝的如意算盘 高丽国王心语 毕竟政治经验不足啊 居然去找朱元璋 要求获得铁岭的领土 这一要求 搞得朱元璋是啼笑皆非 自己打了几十年仗 就是为了几块地盘 这位少年天子 居然是异想天开 想找连工资都不愿意多发的朱元璋 要土地 结果是可想而知 朱元璋言辞拒绝了使臣 这位高丽国王也正是血气方刚 他调集各道军队 于洪武二十一年 一三八八年 征讨辽东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